字幕《LNA 沙子》 現在我們坐在Chattled去火車站 就因為站不壞了 所以我們要坐去鐵路公司提供的巴士 博去另一個站再輪到火車 交通算方便 有少少這些臨時要收拾衣服 他都會講解如何做 但鐵路人員的英文就很麻煩 幸好我們英文也很麻煩 所以就交通得到 大概三個小時後車到Sophia 復活之前一個星期是聖州 很多西班牙南部城市都有大型的功能 我們現在來到Sophia 他們的巡遊是黑色 現在我的體感是三十多度 很辛苦 現在是幾點? 一點? 到了午餐時間 我們又在休息 這裡呢 剛才去找酒店的時候 看到一些人在巡遊聖州 這裡一樣都有 那昨天我們在Granada 去到晚上十點呢 先看著他進入教堂 然後還搞了很久 總之到我睡著了 他都還在哆哆哆哆哆 那在南部城市才有 這個是一個很大的event 很多城市都整天 整個星期都在巡遊 這就是西班牙的名菜 如果你想讀一個西班牙音 你可以試一下把LL不發音 P發英文的B音 就是這個菜 好像這裡的地名 很多人會讀Servilia 其實LL不發音的話 應該是Servia 就是我們中文譯的西圍 以這樣解 聖州巡遊是無間斷進行的 除了這個環節 這首是西班牙的宗教歌曲 是由詩篇演變出來的 已經發展了好幾個世紀 一直被受尊重的 演出的時候 全場一定縮靜 巡遊的隊伍都會暫停 有宗教信仰的話 會自然因為他的悲哀旋律 而換起感情 來聽聽一小段 有幸見證聖州巡遊 是一個很難忘的體驗 不過我一定要 終局計劃來體驗的你 這一段期間 很多路是不通行的 更甚的就是好像我們這樣 來到Servia 竟然不可以參觀著名的西圍爾主教座堂 之前去的土耳其聖蘇菲亞 是教堂變成清真寺的例子 而相反西圍爾主教座堂 就是由清真寺變成教堂 也是目前世界上第三大教堂 不可以進去確實很可惜 不過跟上集說話一樣 旅行是要帶一些遺憾才有動力 才有動力繼續再去 好了 這裡就是西圍爾的鬥牛場 我們之前去的那個蘭達的鬥牛場是屬於最古老 這個其實都是17多年來的鬥牛場都有差不多的歷史 還有你會見它比較新V比較大一點 他介紹了這裡有幾個Gage 有些是牛出場的 有些是鬥牛勇士出場的Gage 還有票價方面我們現在前面這一堆就是VIP席 因為這裡又沒有太陽又前面 那邊比較貴 最上面太陽射著的就最便宜的 就20歐而已 很多場地除了只是門票之外 也有駐場導遊 花費不大 但是就學到很多相關的知識 我個人就很喜歡這套 也都很推薦大家這樣做 參觀起來會更加投入 由馬背上用長槍 變成現在看到的淘寶和短劍 導遊都會一一講解演化過程 有些周邊秘史 網上是找不到答案的 和導遊聊天是一件很有趣的事 鬥牛場上 主角除了是鬥牛士之外 公牛都有它的領域 混搭環節 猜一下這隻公牛被刺死後 下場會是怎樣 你可能都聽不到我說什麼 現在外面很吵 這裡就是我們住酒店網區的街景 你會看到聖州的活動 是一直由早到晚 沒有間斷 氣氛很好 很棒 不過現在九點半了 去到止夜時間 還是會有這麼多聲音 所以住這些聖州的客人 如果從聖州來到 就要餘養 不過就算不是聖州 下面其實 那些樹傘住了 全部都是食肆來的 所以那些聲音 是會一直持續到深夜時間 好 好 我們現在吃西班牙打蘭 就是吃這個 Dabas 通常是整抽東西 給你選幾樣 我們吃這個 選五樣東西 十五樣 這個行程的南部城市 就到此為止了 明天開始就是其他西班牙地區的行程 記得訂閱我們的YouTube Channel 下集再見 我是族掌 如果你想看我們更多的影片 現在就在YouTube上搜尋 FREETER 即是我們的頻道 然後點紅色按訂閱 以後我們有新影片上架 你就會馬上知道 跟手 Like我們Facebook Page 那裡除了可以看到 我們自由族最新的動向之外 還有很多旅遊產品介紹 最後 你還可以加上這個WhatsApp Number 以後去旅行報價 查位、訂位都很方便 多謝支持 下集再見